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看《放眼馬世界海外論戰》系列 香港馬貴星期日會殺科 我們今季月陽直播都有殺科戰 就是星期六晚上的英國七月盃 主題賽事當然是英國七月盃 今集的主題就是圍繞這場賽事 跟大家分析一下 節目開始之前 當然要先介紹兩位拍檔出場 豪仔、駱詠雄、朱仔、朱振輝 你好 大家好 都合作談慣碼、海外碼 今晚又談談 英國七月盃 其實近年我們也有看過這場賽事 這場賽事在英國紳士場畫場舉行 賽道也比較特別,不常見 叫七月賽道 七月賽道是一條甚麼賽道 其實在馬場正中間的一條直路 全場大概一里左右 其中最初的400米就會落斜 但因為今天七月盃的主題賽事 所以錯過了落斜 由這個谷底開始慢慢上去 而追車的那段是最後200米 跟雅士谷有些不同的 雅士谷是一級一級上去的 但這個就是一路上去的 就不同,要一級一級 剛才提及過1,600米 跑了1,200米 賽道形勢圖 其實都說了,是直路 比較簡單 但怎樣也好,當然是畫畫圖 給大家看看 留意一下,其實七月賽道 跟羅里賽道有甚麼不同 羅里賽道是開便的那條 新看台是在羅里賽道 舊看台是在七月賽道 所以你看到比較簡陋 2000年、千禧年開的那個 就在開便,在羅里賽道 未必在鏡頭可以看得到 以往冠軍錦標 英國冠軍錦標 就是在羅里賽道跑 但現在已私在雅士谷 所以羅里賽道的賽事 我們比較少看見了 沒錯,不過七月盃 我想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看台那邊就是這個一檔 而且多數在那邊 沖線會較多 如果這個賽道的形勢正常 高齡也不錯 亦沒有甚麼特別的出現 如果你看這場貝賽 七月盃其實是三歲馬 說要上馬參戰 三歲馬一點也不吃虧 我們看到去年的美來夢想 之前在數木舟夢 甚至乎你說 Sakies Seer 也是三歲馬的身分贏 可以說佔的比例是頗多 但三歲馬很有趣 他們的引進賽來計算 通常由這個長縮回來短 很多跑完摘西錦標 或上一年美來夢想 也是跑完聖尖志王宮下來 所以你看到 三歲馬要跑這場賽事 跑得好的話 是要由長途縮回來 通常也是 下場的路程為何要直路 尾巴又上斜 你跑習慣了 多二百、多四百 是比較好 不過七月賽要小心一點 看過去幾屆 有些速度就比較好 太厚,搞不定 那今屆哪些可以放得前一點 其實你沒辦法 因為比較少用 場地通常都會好一點 只要下不了魚的話 你在前面走順了 後面真的挺難追 所以你放在前面走的 當然有好處 所以這場賽事 如果你說最受注目 或者大家比較重視 都一定會是平息以待 雖然T馬到現在為止 是未贏過一級賽 但他拿著四項一級賽 亞軍 這件事已經不開玩笑了 老實說是平息以待 輸運也好 很多時候是在短兵雙接的時候 就追不到人 或者被人互相反 也會了 上次我們看到了 對著小橋流水的賽事 想著那個位置贏得了吧 應該贏就贏了 其實他自己又不夠人跑 他一直看了這麼久 速度是足夠的,真的沒問題 你放在前面走是沒問題的 前鬥那一刻 明明是上風也可以變下風 這些應該是馬性本身 自己也有多少問題 不過這樣,不如我們看看片段 其實有時他也是不幸運的 是 好,我們看看這場 上次跑黃直錦錶 這場就不是暈的 已經沒有藉口了 這場就不是暈的 輸給小橋流水的青翠玲瓏 事實上如果你真的追到的話 我想起碼有百多米追到 但你完全近也不近就沒得說 保持一個馬位 過重點就是再近一點也不行 如果說運,我覺得這場是運的 去年的希瀑短途杯 他對著很硬的 對著未來夢想 他過了未來夢想 對… 但包括裡面衝上來的舞翩翩 其實這場的三陣花一起衝線 我覺得未來夢想不算發揮很好 但他偏偏不要運 你看到好像他贏了 對,沒問題 這些叫失運的一級賽份子 但始終也是 他的三甲好像挺穩的 我覺得這場賽事 只剩下14匹馬 要過他,又不是很多馬 能過得到他 這次可否坐正 其實是否應該這樣說 本地馬永遠都在他後面 對 但你說外來的參賽者 是否有機會挑戰 就是這方面 我想如果有這樣的問題 其實在歐洲短途賽事 經常發生的 其實我們看轉型錶的時候 都看到 英國本土的馬 你來來去去哪隻 哪隻比較強弱 其實真的可以看到 但問題是 要不輸給法國馬 要不輸給澳洲馬 所以我想這場 最大對手可能 都會是外隊馬